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虽然范晨善周深还不知道是来干嘛的 但是有上一季的代教律师徐玲玲和北大保送生萨贝宁作证挺稳 而且这档节目真的很有参考意义 从里面不仅是可以看到许多实习生们出入到职场的经历 还能跟着加油团们一起学到非常实用的职场社交经验 而收集嘉宾团里面最亮的仔当首是萨贝宁了 在播出最新一期萨贝宁在节目中称自己愿意做全职爸爸 并且在工作之余都会陪伴家人 很关心妻子的生活细节 当然了每次在节目上北大梗从来都不会缺席 本质上的萨贝宁是个谦虚情商高实力强且风趣幽默 能打能闹又很骚的人 近日周深也是出席某节目在采访的时候 他也是谈到了萨贝宁 对此呢他也是表示 萨老师每次发言都是星光闪闪的 不但激活了节目的气氛 抛梗呢也是那么自然 高大上的央视舞台站得稳 轻松诙谐的综艺更是不在话下 拿着劳入费的同时 顺便再次证实了一下自己方心纵火犯的名号 随后呢周深也是透露到了 如今的萨贝宁老师不仅是爱炫耀学历 现在更爱炫耀的是女儿 上次还向我这个单身旺炫耀 说女儿非常像自己 头上有两个弦 以后估计也是保送北大的 还邀请我去他家做客呢 但是被我拒绝了 随后周深也是解释到 下次他带子女来节目的时候呢 就给我抱一抱 我就会考虑一丢丢 这回复呢也是幽默且情商了 当然萨贝宁的幽默不是为了搞笑而搞笑 而是充满了智慧和学识的 有才华有智商还情商高 这或许就是萨贝宁怎么反耳赛 都不惹人讨厌的原因吧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